去年剛大師畢業的律哲來跟我們介紹生徒學習 然後特別是Fox在使用PiCoach的Page 來介紹生徒學習的一些實作 那律哲他現在是來跟他諮詢工程 研究所實施的事 然後因為他先前今天跟我在蠻多計畫 跟研究上面都有一些經驗的 而且在PiCoach的Page 生徒學習實作上面也蠻多的經驗 所以我們這次請他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PiCoach如何比較容易讓大家開始學習 了解很多的方式跟大家介紹 然後我們今天的整個過程也會進入 然後放蠻多場面 讓大家有機會想要去的更多 就想要去嘗試一些程式的 可以有提前參考 那這週跟下一週呢 我們會有連續兩週呢 請律哲來 回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在這整個過程中 如果有什麼問題 不管是在中間 譬如在介紹的時候 或者是在中間下課的時候 那我可以 來這邊跟他去問我想他 都很樂意跟大家回答 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給宇宙 先掌聲鼓勵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居者 然後 謝謝大家今天來 就是一大早來上課這樣子 那今天呢 就是有會跟大家介紹 就是關於主要是 Focus在生徒學習的技術上 然後我們怎麼樣用PiTorch這個 排整的一個套件去 實作這些 基本的技術這樣子 好 那 首先就是先跟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 我是 就是居者 然後從去年剛才 我們進行畢業 然後現在在 開大自動作 念碩 這樣 然後之前 主要就是跟正德老師 做像是 深度學習 吹音系統啊 或是做些人的 PiTorch 然後呢 就是之前也用過 像是TensorFlow啊 或是PiTorch之類的 對 那大家就 看一下就好 好 然後 這邊比較重要的是 就是請大家先 就是大家 應該可以在Google上面 有放那個 課程的PDF 然後 可能要先請大家 先下載下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個 叫做Google Colab的 Link 然後 請大家先 點一下 他應該會有一個 超連結 再連過去 那連過去之後 你們應該會看到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些畫面 可以嗎 你給我放上去吧 你們吃喝有嗎 好 是不是沒有 全部放到 沒有 我沒有拿到 我沒有拿到 還是我現在想念 好 好 沒關係 這個證明要很重要 我們應該 後面才會用到 好 反正呢 就是大家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 請先 Jubitar應該會幫我們 把那個檔案傳上去 然後呢 反正 等一下 大家 打開這個 這個網頁呢 它就是一個 就是有點類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Jubiter 那Jubiter就是 你可以在線上 就是直接寫Call的 然後這個 Collab就是 Google他們提供的 一個 算是一個 免費的一個資源 就是你可以在他們的 雲端的Server上面 免費使用它的GP 這樣子 雖然說總量沒有很大 但是 就是可以讓大家 稍微玩一下 那大家進來這個 網頁之後 可以 先嘗試 就是說 這邊就有一個 架程式嘛 那你就可以隨便 分一個 什麼 Roll之類的 然後就 稍微等它一下 它應該 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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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噴得出來 這樣子 好 把它刪掉 好 那這個 這應該是 今天第一堂課 後面才會用到 所以大家 如果現在還沒有看到 這個 可以不用緊張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繼續上課 好 那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資料可學 就是 這三個 三個 圓圈 大家應該常看到 那 因為像 今天主要就是跟 DK大家來講 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 很大學的時候 都是學到 數學跟統計 但是 其實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我們怎麼樣去把 一些知識 利用程式的語言 去把它寫出來 變成一個可以執行的 一個 一個 Machine Learning的Program 這樣子 所以今天主要 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們怎麼樣 用很簡單的程式 然後就可以做到 Machine Learning 或是DK這件事情 那 什麼是資料科學 資料科學其實 它是有發了一個 就算是一個流程的 就是 通常呢 一開始 就是我們會遇到一些 實際上的問題 比如說 我們想要預測明天的 空氣啊 空氣的品質 或者是我們想要預測說 我們這些 很多信用卡的交易面 它是不是有倒刷 那我們拿到這些實際的問題之後 因為我們現在 常常都可以做到 很多大量的資料嘛 那做到這些大量的資料 我們可以去分析說 這些資料 它裡面是不是有些 可能是隱藏了一些pattern 或是怎麼樣 可以讓我們去建構 又出一個 類似AI 或是機器學習的方法 然後來讓我們對這些 這些 預測 那這些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我們可以讓機器去自動 去學習 去判別 就比如說 像 可能是 預測明天的空氣品質 好了 那預測空氣品質 你可能自己會有自己一套準則 就可能 比如說 根據今天的空氣的濕度啊 或是 根據昨天的比例2.5的數字 但機器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它可以 幫你去學習 書 什麼樣的規律是有用的 那怎麼樣 可以預測更準確 那機器學習它這個 其實也在很多地方 他們已經證實說 其實可以做到比程 還要預測更好 那所以我們像 我們預測的話 可能就會比如說 像是我們的回歸問題啊 或是 去分類問題 類似這兩種種類 這樣子 那 尤其是現在呢 政府其實他們常常 也在網站上面 放了很 非常多開放式的資料 就比如說 像現在還有 那些COVID-19 就是之前 這樣破紅 然後就是大家會 release一些 POP的一個dataset 讓大家去 就是去利用這些 AI的技術去 想說 譬如說我們拿到一個 X光的 那個相片 那我們 這樣子有辦法 可以在 可能是一分鐘 或兩分鐘之內 就可以去判別說 這個人是不是 得到無安肺炎 然後 之前 我在台北的時候 也有看到 就是我們之前 陳大醫院嘛 就是他們其實也有 開發一個就是 基於 基於那個 X光片的一個 就是用機器學習的方法 然後他們 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用AI的技術去判斷說 這X光片哪一個部分 是黑黑的 就是 有點像是那種 就是 武漢肺炎的那種徵兆 然後他就自動去掉出說 這個X光片哪一些區域 看起來很像是武漢肺炎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其實算是一個 蠻有趣的應用這樣子 那 所以到底什麼樣子 機器學習 接下來 我想要用一個 就是 算是有點像小故事的方式 然後 來讓大家 瞭解到底機器是怎麼學習 這樣子 那 機器學習 它 主要的概念 其實就是 讓機器去算數學 那 算數學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 電腦只看得懂 數字 就是它不太可能 自動去看懂 一些圖片啊 或是聲音之類的 所以不論是我們的圖片啊 或是聲音的訊號啊 或是文字 我們都必須想辦法發展 轉換成 數學的一個 描述 然後這樣的機器呢 它去看過這些 非常大量的資料之後呢 它就可以去找到一個 很好的函數 那我們這邊說 這個很好的函數叫做 Fx 那它就可以 去對這些資料 做預測 那 所以譬如說 像我們今天 給你一個人的年齡 身高 性別啊 還有高中的一些 數學成績 或英文成績 大家知道的 申請統計器就是要 看這兩顆的成績 那我們的目標 可能就是希望 呃 預測出說 這個人是不是適合 你的成大統計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 我們數字的資料 那我們 我們 我們就可以跟機器學的 這個演唱法講說 欸 我想要一個好的 Fx 讓那些適合 你成大統計器的人 有比較高的機率值 那那些不適合的 可能就會有比較低的 機率值 那是這種 概念 那 到底機器是怎麼學習的 就是 剛剛講的好像 就是很general 就是它 突然就學會這個 很好的Fx 那到底機器是怎麼學習的 那要講機器是怎麼學習之前呢 我想先 請問大家就是 開始想一下 到底 人類是怎麼 開始學習的 然後我覺得 這是一個 就有聽到蠻喜歡的一個比喻 就是呢 大家想像自己是一個 就是 可能 六十歲的一個小孩子 然後大家都知道 小孩子就是 還在亂問問 然後他就跟 馬上 他有一天就問 在走到路上 他就跟馬上說 馬上馬上就 旁邊那個一個一根 然後就是 綠色的一片一片 那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 那是素 然後 那小孩子他就去問 那 什麼是素 然後 通常呢 你問 你的小孩問你說 你這個是素的時候 什麼是素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很高興 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他說 這是素啊 是不是長那樣 那如果你去圍一百塊找的話 他就可以看你這一串 但是 他就跟你講說 等於素是有什麼木質度啊 還是什麼 高度是多少公司到多少公司 但是 大家可以想像 世界上的素那麼多種 到底有哪些素 是一定可以被這樣子明確定義的 還是 就是 呃 我們要怎麼樣去指教說 到底什麼樣是一顆素 那 所以我到底是怎麼學起來的呢 我們 學習到的過程呢 就是 我一個人 然後 我今天就走在路上 然後我就看 那顆是 那顆是素 那顆是素 然後 然後 這個小孩子他可能就跟媽媽講說 欸這是什麼 然後媽媽就說 這個不是素 然後這個是素 這是素 這是素 所以這樣子 讓他一路 我們就一路從小 整大到現在 然後我們就 因為我們看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素 跟非常多不是素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漸漸有 辦法去分辨說 到底 一般的素 可能是不是長什麼樣子 這樣子 所以呢 像我們小學的時候 是不是也說過這種事情 結果老師怎麼教你 學寫國字的 就是 教你一些我四號寶寶 然後在下面 重複個五遍 那你就是一件事情 一直做 一直做 然後 老師跟你講說 你這個寫得很好 這個字寫得很醜 下次回去重練 然後一直學之後 你就慢慢會學會說 怎麼樣是 怎麼樣算是學到東西 這樣子 所以 總結而言呢 機器是如何學習的 就是 我們給我們 資料非常多的資料 然後呢 我們告訴他說 我們把這些資料 製成數字的樣子 那我們讓機器去學一個 數學的函數 然後呢 跟他講說 哪一些是對的 哪一些是錯的 來讓他 從中去學習出 這個 好的 f of x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接下來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到底深度學習 他這個技術是怎麼樣做的呢 就是 譬如說像我們今天 銀鋪是一張影像 那我們的奧鋪 會希望他 是 去判斷說 這個影像裡面到底有沒有車 那 一個影像呢 通常比較常見的做法 就是 一個影像他就可以用 RGB 三個數值 然後再加上他每個位置的Pixel 的數值 來去表示 那這樣呢 揮進去給我們的 這個深度學習的模型之後呢 他就可以取到一個 Fapping Function 那其實他這個 Function 他裡面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可能就會去看說 這個車子他的輪廓是長的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開始他可能就是 抓到一些邊邊角角的資訊 然後在後面呢 他可能開始抓到 輪胎 或者是他車子形狀的一些資料 然後到最後 他才看到整個車子的樣子 所以他其實是 去慢慢的去抓去說 怎麼樣是一台車子 那一台車子可能是 從輪子開始 會有輪子 然後他的 車子的形狀可能是什麼樣子 然後來最後 得到我們的 輸出這樣子 那所以 比較一下 我們人類跟電腦 我們人類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圖片看 看到聲音 但是我們電腦呢 他就是 因為他只看懂數字而已 所以 我們必須要用一個 數學的一個方法 才能讓他去看懂 就是 人類世界到底是 在幹嘛 這樣子 那 這邊想先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就是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去找到這個 好的 F of x 那 好了 F of x 就是 像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就是你要跟 你要跟小孩說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那什麼是對的 這件事情呢 其實他就可以去 描述成一個是 Loss Function 那什麼是Loss Function 譬如說 我們在學回歸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說 我們希望我們學到那個 直線跟點的距離 最低的平方 應該是最小的 那這件事情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Loss 就是我希望他的 距離最小的這件事情 是我的目標 那後來 那這等於在回歸下面的理解 那在分類上面呢 我們希望 呃 預測答案是1的 那我的機率只要是 越高 那答案是0的 我的機率只要越低 那之後 我們也會接到 這種 也有一種 橫量的方式 叫做Cross Entropy 那在推薦系統上面呢 我們也可以去 去衡量說 一個推薦系統 他到底是做得很好 還是不好 那我就可以去看說 譬如說 我對這個 推薦這個商品 是不是他 過去真的有興趣 或是他在未來有興趣 這些事情 我們也可以 用一些Loss Function 真的去做衡量 這樣 好 那機器學習 它 嗯 機器學習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好處 其實 它主要的應用是在 就是這種 非結構化的資料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很難去定義 什麼樣是一顆數嘛 那你很難定義這件事情 你就讓機器下去做就對了 所以 非結構化出來 它像是什麼 像是文字 因為你也不知道 文字到底 要怎麼去表達一個文字 或是 你也不知道 一段聲音訊號 應該怎樣去表達 或是圖片 或是圖片 也這些 你很難去定義 feature 這件事情 其實是Diflund你在 最近幾年 為什麼會這麼火紅 就是因為他們可以去 做到那些 傳統 我們用它一條一條 去定義的事情 所以之後呢 我們也會跟大家講 怎麼樣去處理影像 或是處理一些 序列化的資料 的這種技術這樣子 那其實 我想大概應該 常常有聽到 我們 HP跟Deep Learning 這兩個意思 那其實 一般傳統的 HP它的流程 就是 今天有一個輸入 那我可能需要自己去 定義一些特徵 然後再做分類 做到最後的 output 但是 Deep Learning 它其實做的事情就是 它省去了 中間這個 feature extraction 的部分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不需要去定義 一張圖片 它的 feature 什麼 我們就可以讓 深度學學技術 它自動的去學會 一張圖片 它裡面可能是有輪拍 或者是 還有一些人的什麼樣的 特徵之類的 那所以 其實 現在很多地方 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人工智慧他們 其實已經大幅度的 去改善 目前傳統的一些 一些技術 所以像是 比如說像推薦系統 大家平常可能在逛PC Home 或是大家可能在IG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推薦一些貼文 那其實這些 已經全部都是 用AI下去做推薦的 已經很少 就是利用人工的方法 去做推薦了 而且大家也可以知道 就是大家可能也感覺到 就是 可能今天看了一張 可能出國玩的一些資訊 那他可能隔天 你在Facebook 或是你在YouTube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種 飛機跳廣告之類的 所以其實他現在 這些推薦系統 他都已經做得非常厲害了 那其他的例子呢 還有像是 Google的翻譯 Google翻譯其他也是 利用AI去做的 就是 他的目標呢 就是希望 比如說我輸一個語言的資料 那我自動去 辨識這些語言 它可以翻譯到 怎麼樣 另外一個其他的語言 那它是翻譯到 另外一個語言的什麼字 然後還有像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這種 投籃遊戲 他就可以去預測說 我在一個位置出手 他投進的幾率是多少 然後還有像是 語音辨識的話 他也是有非常多的應用 像大家常見的幾率 他就可以去分析說 你今天這些聲音的訊號 它是怎麼樣的型 但怎麼樣的指幅 是什麼樣的文字 然後還有像是 Google的AutoDraw 他就是 你給他 輸入一個 畫得很醜的一個 毛 但是他就自動 自動去幫你去 變成一個 很好看的一個貓 所以這樣那些 不太會畫畫的人 就可以 可以享受 變成大師的那種感覺 對 好 那 前面講完就是 就開始的介紹 那接下來就是 要大家 大家要認真的 開始聽了 就是我會跟大家講一些 關於Deep Learning 它的一些技術的概念 然後 都會一步一步去拆解 到底為什麼 Deep Learning 現在這麼紅 然後他 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什麼 好 那所以 前面呢 我們不是用一些 比較文字的定義 什麼樣是 Reaching Learning 的一個流程 那這邊呢 就是給大家看一個 比較 有點數學 就我們的Input 可能會有 很多的數值 那就是我們這邊的X 那它的Y呢 可能它就會是一個 正 它就會是一個 我們的目標 可能是0或1 可能會是一個 回歸的問題 那我們會有一堆的 Training Data 就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已經可以看到說 每一筆交易 它是不是到時候 那我們每一個X 就會對一個Y X就會對一個Y 那我們最終 想做到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針對那些 我不知道 這一筆交易 它是不是到時候 那些交易 不相信 譬如說它的Y 到底是什麼 那所以 我們這邊呢 就會希望 去找一個 很多的一個 HIPACES的Function 那我希望去找到一個最好的方圈 讓我們前面講的那個Loss方圈 會是最小的 好 然後 所以我們 我們在做深度學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主要 要回答問題的只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Model是什麼 那這邊我前面已經跟大家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我們的F或X 那怎麼樣是一個好的Model呢 就是我們這邊 我們可以用Cost Function 或是什麼 Loss Function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去衡量一個Model 到底是好 還是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 從過去的資料 找到這個好的Function 那我們之後會介紹 就是利用 Gradient Descent 這個技術 就是用 T度下降 這個方法 來讓我們的模型去找到 我們最好的一個 模型這樣子 然後 他可能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 有沒有說過一些關於 機器學習的課程 那可能大家就會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機器學習的方法 跟深度學習的方法 差別在哪裡 那其實 機器學習跟深度學習的差別 就在於說 他可能就是 深度學習 他是 有很多的 神經元樣組成的 但是機器學習 他可能每一種方法 他們都會 有各自的 不一樣的優先 像是 例如說 像大家常見的 Random Forest 他就是 會去 針對每一個 筆切割 然後把它 寫一個 類似很像樹的形狀 然後像是 右下的 這個是 XVM 他就會去 對一些支架 做分類 那其實 神經元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其實 他可以模擬任何的 就是你只要兩個 Layer 就可以去模擬世界上 任何的方學 所以其實他是 相較的這些 他其實是 非常 他算是非常複雜的一個 模型 那非常複雜 有時候可以是好事 也可以是壞事 因為非常複雜 代表說 你可能 會 就是 學得太好了 那你在未來 可能就做得不好 那但是很簡單的模型呢 他可能就是 配在非常多的場景 都有做得很好 所以其實 他們是 兩個都是各有缺點的 好 那接下來 我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為什麼 Newer Network 到底為什麼 非常的厲害 他到底厲害在哪裡 那其實 他主要的 動用就是 他可以做到 一些事情 就是他可以做到 Nom Linear的 Nom Linear classification 就是 像譬如說 一般的 Linear的模型 就是很像 那種常見的 Logist regression 或是Linear SVM 那他 最終能做的事情 就是 他只能在平面上 畫出一條直線 那一條直線 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 他沒辦法完美 如果 資料是 有些雜訊的話 你沒辦法完美 去切開 圈圈 跟插插 就像這邊 所以不管你怎麼樣 去轉這條直線 你都沒辦法去找到 一個很好的 一條線 去把所有的圈插 很分開 但是 如果今天呢 你讓你的這條線 可以稍微 轉彎一點 就是 今天你的 你不一定要 是一條直線 你可以是一條曲線 甚至你可以這樣 凹進去再凹出來 那如果 你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完美 把這個 平面上面的圈圈 跟喬喬分類出來 所以 牛內部 它的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它 裡面加入了非常多 就是難理念的 這種東西 讓我們的 模型不會說 線性的 這種資料是這種 線性的 這種方式去 沒辦法做到 這種 一個缺點這樣子 好 那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用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 牛內部的歷史 來跟大家介紹 它到底是 怎麼樣做到 能理念的這件事情呢 那所以 其實它做到能理念的這件事情呢 就是 利用所謂的 Eccubation Function 就是我們這邊的 G-O-Z 那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 牛內部 然後就只有 一個神經驗的時候的例子 那所以 我們 資料的因果會有 X1 X2 X3 那 其實我們 NNN2的事情就是 這邊會有很多條的權重 那 每條的權重呢 它就會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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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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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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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 X2 X1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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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3 X2 X3 X2 X3 X3 X2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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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 X3 X3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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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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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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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比較常見的案例可能就是會有一個非常低的 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中間就一直瘋狂的亂臉 然後就是中間有可能會有很多層 那這邊呢是只有 一層幾個layer的時候的狀況 這樣子 那所以一層layer它會是怎麼樣做呢 就是剛剛講到 就是可能我這邊XY跟XN 它就連到這邊第一個neuron 它就會有一個off 然後呢 在它也會有不同的weight 連到第二個neuron 然後也會有不同的off 所以它其實 如果你這邊的裡面的neuron 有幾個 它就會有幾個不同的output 那這些output 會在分別經過他們的 剛講的incubation function 然後會對到一個飛線型的變換 所以 整個 整個流程從X1XN到 YHead的話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 W1X1 然後 W2X2 然後大家先不要 先忽略這個XN 所以它就是W1 然後加上一個activation 就是一個neuron 這邊的Z1這個結果 然後在 呃 第二個neuron呢 它就是 喔 它第二個neuron的話 它就是這邊W1 然後成為W3 然後W2 成為W4 然後再加上Bice 然後會變成G2這個結果 所以每一個neuron 它最後得到的output 都是不一樣的 那 所以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就是 我這邊講的 W1、W2、W3、W4 都是 我們之後 就剛講的 要讓GCC去學的 權重 所以 那大家可能會很好奇說 這些權重到底怎麼來的 其實它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 隨機產生的 就是 譬如說 你可以從Normal 領域下去就產生 那我們這樣 繼續去慢慢調整 這些weight 來讓我們 的 模型片得到 比較好的工作 所以這邊 W1 W 這些W 後面的這些W 其實它都是 我們整個neuron裡面的 一個參數 這樣子 然後所以最後呢 在每一個之後 每一個neuron 得到一個結果之後 因為我們最後要輸出的是一個G 所以呢 我們會再經過這些A1、A2 然後這些 然後再乘以 另外的W1 然後再乘以 然後再乘以後 最後經過領域想 才會產生之後 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就是 整個NN的一個架構 大家 到這邊 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之後 會給大家來個 隨場小測驗 好 沒有 大家 那 大家應該都理解了 那 其實比較 更常見的方法 剛剛就講到 是只有一層的 一層的 一層的neuron 那 如果我們今天有很多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主要呢 就是像這樣 我們就從上面這邊 直接延伸到下面這邊 就是我們今天有很多個X 然後呢 我們裡面會有 非常多個Layer 那非常多的Layer 它們都是靠這些 權重連接在一起的 然後呢 每一個群眾呢 它到最後都會有一個Output 然後最後呢 就會我們想要 看我們的Y 是一個 一圍的項量 還是一個 四圍的分類的一個項量之類的 然後 然後 組成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 網路的一個架構這樣子 好 那 通常我們都會怎麼樣 去 叫這些 我們所謂的Layer Layer就是這樣 一層 就這樣叫一個Layer 然後 就是第二個Layer這樣子 那通常 我們就會 說 從我們Input 然後到 最後一層之前 這些都叫做 Hidden Layer 就是所謂的隱藏層 然後呢 這個Hidden Layer 然後到最後 Y的輸出的時候 這一層叫做 Off-Layer 這樣子 那 有些人呢 他可能會習慣把 前面 X到B層 這一層叫做 Input-Layer 不過這就是 見仁見智牛 沒什麼重要的 好 那 接下來 想要大家 需要 目前這邊 想要問大家一個 小問題 就是 現在大家想像 我們有一個 New Network 然後我們的 資料的Input 是二十圍的 然後呢 我們裡面呢 有兩個 Hidden Layer 就是這邊有 一個Hidden Layer 有兩個Hidden Layer 然後 它的Neurons 分別是 十個跟五個 然後呢 最後它 Output的那個Y呢 也是十圍的 那 請大家 稍微 清算一下 或是動手算一下 請問這個Network裡面呢 總共有多少 需要學的W 那 給大家 大概 兩分鐘的時間 算一下 這個 我會不會 雪 我會有 請問一下 我會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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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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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